要迎來我們今晚的嘉賓 和艾力今晚一期一會的 有他們 音樂說一期一會 今晚有我們 今晚在艾力身邊的 新朋友來的 對於我來說 除了很多歌手 有些認識很多年 亦都有一些新認識的朋友 今晚就會認識到他們 你好 先讓聽眾朋友 又可以認識你們多一點 因為我知道 其實你們是 青梅竹馬來的 你們是由中學開始 這件事我覺得很純樸 很棒 這件事 能夠有些朋友 可以由中學開始認識 然後一起去夾樂隊 夾到大家出來做事 去到工作上成為了很好的戰友 很好的夥伴 不如說一下 其實你們當初 是怎樣走在一起 Haito Chiyo的形成是怎樣 其實我是阿Joe 我是Focal和吉他手 我都覺得 Pattern 和我的關係 真的是天遲 兩個人可以中學 中一開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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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音樂上很多 喜歡的東西都是一樣 然後去到畢業 都一起決定要去玩音樂 一直到現在 我都覺得是很難得的 一件事 有沒有害怕過 中一經常說 最好的朋友 千萬不要成為工作夥伴 有很多時候 又怕談錢的問題 或者可能大家 一路長大的時候 對事情的價值觀 想法會有不同 有磨擦 萬一工作上 分錢談不好的時候 你沒有了一個 由中一認識的朋友 不怕嗎 其實都會 一開始會有害怕這個位置 但是 在我們 或者我們的性格 我們不是 我們都會有經歷一些 多了爭辯的 在創作上 或者在工作上 或者可能 有時在一些 淺倫上 會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之外 都 其實都 我們的感情 都不會特別去 有什麼 改變 可能因為 始終我們做了 跟朋友 我們可能和大家的性格 都很磨合 所以 變相 在樂隊的發展 其實這件事 我都覺得 真的很難得 因為身邊 有很多人都因為 這些問題 而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發生 但是這隊樂隊 就沒有這件事 甚至去到 新成員 Sam Gap 這件事 更加 叫做 我們三個的關係 除了在音樂上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 私下都是一個 相處得好的 兄弟 所以變相 在我們音樂創作方面 其實這一個關係 都影響到我們 這麼久以來的創作 不如讓我問問 新成員 Sam 你自己 要去加入一隊 真是他們本身 兄弟班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我想其實 你頭頂有很多黑人 問好 究竟應該怎樣 跟他們磨合 怎樣跟我們相處 或者默契 應該怎樣重新建立 Sam 你是怎樣 跟他們中間拆出 這些火花出來 基本上 我想我們應該也是 天賜 因為我們的情況 很搞笑 基本上 我當初加入的時候 因為Joe 那份人 比較熱情 他一來就已經 跟我們很友善 然後見到Pattern 原來可以更加友善 所以 在音樂上 我們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 磨合不到的東西 大家都很喜歡 很喜歡 背後 所以 大家基本上 一拍即合 天賜 很有愛 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我有時跟演員聊天 若果他們要參與 一些逐集電影 假設你是第二集 才加入 人家有第一集 已經拍了 整班人很朋友 很有默契 我做新加入那個 我怎麼都害怕 這一點 暫時沒有 這樣很好 最怕的是 現在要說話 反而是這樣 反而是說話 成為最大壓力 《潛意識告白》 是你暫時 大家聽到的 最新的作品 這首歌 究竟是說什麼 歌名很圓 其實《潛意識告白》 這首歌 會是說一些 我會覺得是一個 不尋常的 單戀故事 這個歌名的意思 很簡單 就是在潛意識裏 去做一個告白的行為 其實是一個 很沒勇氣的一個舉動 這個就是 我們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那個晚上 大家去 因為我們平時 不配樂樂隊以外的時間 可能去做其他事情 吃飯也好 或者去玩也好 在那段期間 我們都會互相交 叫做傾心事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基於我們三個 我們經歷過的 一些可能 叫做感情的狀況 而去 有這個感覺就是 大家都會有這個位置 就是 好像面對一個 你喜歡的一個女孩子 但是可能你會 害怕去 跟他去 表達你的想法 很怕會破壞這段關係 甚至沒有朋友做 或者可能會再壞些 可能會以後見不到 我們三個都有類似的經歷 三個都有啊 是 三個都害羞嗎 可能是 這件事 就是令到我們 講這些話題 會一百積合 因為我們的性格 其實都 說不像 都有不像 但這些位置會很像 所以 就變成了 這首歌 就是想說這件事之餘 就是 都想被一些聽眾 去 有共鳴 然後 就會 是不是被他們反思 其實 不用那麼害怕 其實 你 有些事情不做 就後悔 有這樣的感覺 我想問一下 潛意識告白 這個歌名是誰想的 都是我想的 那就讚一下你 你要文不容置 好美麗 多謝你 因為這個歌名 如果要給我去想 就是一個害羞仔 的終極FF 但是 都變成了這個MV的中心 因為 這首歌 這首歌在創作 那個歌詞的部分 其實 某程度上 我們都會想 在MV 用畫面去補完 因為 最一開始 我就會想 究竟 就是 一個 單戀 甚至去到 可能 如果大家 會有機會可以看 我們MV的話 其實MV就是 會講一個 好像過了一條線的單戀 正常單戀 就是 看他會否回覆我的訊息 或者 他會不會理會我 但可能 在這個MV 或者是 我們自己 潛意識裏 想表達這些 就是 當你喜歡一個人 喜歡到一個 過了火的地步 會是怎樣呢 可能會有一些 Stocking 追蹤著他的 行蹤 甚至 甚至 FF 會跟這個女生 有進一步的發展 其實我程度上 在這件事裡 都 我們將它變成一個 故事 我們會想成為 一個 Story Teller 去講一個 在前面式 單戀的 是怎樣的故事 我想 這個 暗戀的經歷 大家都經歷過 真的沒有裝 真的 說沒有的 就是裝了 裝了 裝了自己的情性 每個人都經歷過 尤其在這個潛意識裏 你可以喜歡很多個人 每天都可以發生的 不要裝了 大家 在這個時候 聽了Hate Jochiro的 潛意識補白 先 你沒有意思 我這個風刺 看著你照片 再想念 你大概已知 我心裡的事 再沒有發展 我心志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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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去 自動去 等 埋葬著自己 的小故事 期待著夏天 有幸上演 你 放開這一次相遇 昨日已被遺忘 仍然就趁熱 繼續懷念 看著有照片 望上你出現 過著每一天 再想念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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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問 只當去 不需要 只等去 只要去 待 呃 亦是旧真意 爱将起飞惯 爱从着自己的小护士 期待着夏天 又去想见 或许这一次相遇 昨天已被为我 这份潜意识高白 跟我们今晚的心跳感觉 可以说是一脈相承的 他们起组chill 稍后回来 继续还有他们几兄弟在这儿 回来今晚一期一会的部分 继续有今晚 厉害呀 全南班的约会 但我们在讲感情 男人的浪漫在一个晚上 Hey Jocelyn 你们好 刚才我们听过了 就是你们一首全新作品 叫潜意识高白 刚才也解剖了很多 究竟这个歌名背后有什么意思呢 原来大家经常都会经历到的事情 在这首歌的背后 为你们默默发工的一位监制 正正就是Gary Tong 也在早前刚刚离开了我们 不如说一下 为什么你们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音乐单位 有机会跟一位这么电堂级的音乐人合作 遇上到呢 最一开始 Header Trio 是 说的是 差不多一三四年那些时间 是会常常去周围玩show的 即是什么show都玩 即是酒吧show 或者basking 那些全部都会做的 正正是 我记得那一天 我们去了一个上环的一间很小的酒吧 其实是没有人 那晚的场是没有人的 但是呢 那我们就照上环我们的音乐 其实 Eha记得那晚有一个人坐在观众席 听了我们整晚 然后我们弹完之后呢 他就过来就说 你这歌OK的 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一下 然后呢 事后才知道原来是 大名鼎鼎的CYKON 那 Totline through CY 我们就认识了 Gary桑堂先生 这几年来 都是有两位監製帮我们去 即是去指引我们 怎样这歌可以做得好一点 比我多 令到我们学习到的机会 那 尤其是Gary 因为Gary在 在做編曲 甚至去做一些 focal上的 一些指引呢 其实他都是非常之厉害的 他都帮过很多 著名的歌手 做很多经典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合作里面 他将我们 由几个 什么都不懂的 的band仔 去学会 怎样去做 认真少少的编曲 或者去作曲的时候 要抱着一个什么态度 做音乐或者演出 要抱着什么态度 其实都是他们 这么多位前辈 是默默地指引着我们的 我想说的是 你们真的很幸福 在HATRI TRIO的身上 除了找到 真是很顺朴的友谊 你从中学开始建基的友谊 有这份情的背后 还有大师的提携 可以让你们的技术 更上都不知道 一二三层楼都不知道 无论刚才你看到 Gary 也好 CY Kong 也好 两位都是 我想是行头大名鼎鼎 受威一指的监制 其实是 说到Gary 其实他们两位 都对我们的要求是高的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做很多的demo 做很多的歌 让他们听一下 看看如何去进步 如何去做好一点 然后去到这段时间 尤其是认识了Sam之后 Sam其实 令到我们做音乐的方法 有少少改变 就是说我们会是由一个故事 或者是一个想法 有一种感情去先去写歌 所以那时候写了一些歌 写了几首歌 是Mr. Tong 就是Gary Tong 觉得这些歌 想一起去做 想帮我们鑑的一些歌 然后潜意识告白 就是第一首我们做的歌 做了这首歌之后 他就离去了 所以还有接着的歌 我们都会 漸漸地去做它 跟CY Kong 或者是 一起去做好这些东西 是 因为那些都是Gary的 一个很大的心意 又或者是很大的寄望 觉得那些音乐 放在你身上 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出来的 不如Sam又说一下 在你和这位大师的相处里面 究竟你的感受又是怎样 学到什么呢 在我加入这几年的时间 其实老实说 见Gary Tong的机会不是很多 因为通常都是我们每次教歌的时候 会见到他 他会给我们一些意见 但是 都知道我们其实教的demo 已经是无数了 之后 但是很多其实都被他reject了 但是 通常reject的时候 可能 大家会想会不会 说一下我们 集备我们 但是 这些情绪完全没有发生 就是Gary Tong 这个老师 这个 我们叫做爸爸 他很亲爱着我们 他只会笑着跟我们说 这里可以怎样好一点 不如 再试一下录过 再试一下再做好一点 这个是 很感动 知道未来的日子 在你们刚刚听着这首作品之后 都会是继续去有 之前Gary帮你们选择的作品 会再继续灌录 再去慢慢一手一手 去发布给大家听到的 来到了 今天我们 这个一期一会的尾声 其实每一个嘉宾上来 和艾力他有这个对话的时候 我最后都会叫他们去 不如 如果时间是可以倒流 我们去 想和一个怎样的人 去见面 说他什么话呢 我想都 别无他算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久 有没有什么话 如果大家真的可以有机会 和Gary说的 会想和他说什么呢 其实 Gary这个情况 是因为 当时 真是想不到 会这样发生 真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 回想起来 很多事情都真是 没有 没有觉得有这样的 危险 有这样的 危险 即是一个紧急的情况 那好像我们说了 有几首歌要做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在咬那些 demo 或者咬那首歌的 可以怎样做好一点呢 就 会用了很多的时间 那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问题来的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都说想做好一点 那又再想再想 那时就常常觉得 好像 唐生一定会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的 那所以其实 如果可以时光倒流 但只可以说一句话的话 我觉得那时我都是会说 都是会说回一句多谢 因为其实 那时真的 那时都是没时间说这件事 因为那句多谢 虽然我们常常在后面会说 多谢 thank you 但是一句很充心的 多谢他这么久以来教了我们的东西 还有带给我们的机会 等等 是真的 没机会说 那时都是 在我们做第一首歌的时候 就是我们第一首拍的歌 在2018年拍的那首起歌 在做的时候 那时已经 好像一些东西开始运行 那时 唐生也说 我出了第一首歌 然后我们继续努力 继续做更多的歌 他就说了一句 我很记得 在他的studio 他studio前陣子就 大家 farewell farewell了 我记得他就说 你们快点 叹赞一点 叹赞一点 快点 出多些歌 就搞一个演唱会 那他就会帮我们弹琴 我记得 很记得这个 因为 跟他在音乐上的交流 除了在 可能平时录的编曲之外 真的很少机会 可以跟他一起弹奏 一起演奏 一起jam 如果要时光倒流 这样说的话 可以跟他有机会 一起 说多一句 唐生不如 帮我们弹多一些琴 因为他的琴声 永远都在我们的 脳海里面 希望 那些人会 除了听他过往的 一些做过的作品 之外 都希望可以在 Hatria Trill里面 可以 那些歌里面 告诉别人 Garry Tong 这个老师 这个爸爸 在我们的 队伍里面 在我们队伍的生命里面 是存在过的 可能用音符也好 或者用歌词 或者用所有东西 记录下他 跟我们一起走的 这个过程 这个经历 我想我简而正 我想 都是一切正在不言中 就是 百般情绪在心头 我会感谢他 即使我是新成员 他都很信任我 很放手 让我去接触 Hatria Trill里面的东西 所以 很感谢他 我从你们的分享当中 我都感受到 Garry真是 好像一个爸爸 设置三个儿子 希望你们可以 一路成大戏 越来越多好的作品 越来越多支持者 去到有你们的音乐会 我相信 他一定会继续去 去支持着你们 今天也很感谢你们三位 和我们分享了过去 很多不同 你无论和Garry的相处 你们的组成 让更多的听众朋友 认识到你们 Hatria Trill 希望等待你们更多的身在 多谢你们 Thank you 我曾经过几番失忆 才有一个好开始 但我并未后悔 每次与你两相依 人生要跌到几次 方可找到一片真字 Hatria Trill 穿着幸运是我 你我心中思想相似 立世命运也千不可奔割 既火收 总是风雨 已经挣扎到了已算 当追逐一生的理想 天天奸心生活 你能欠想着 你只心里有换气 叫不放弃 不管一切拼搏地压 只考虑可否不要走 多少悲伤当天愿意 能忍受我活动 一生想念你 一生不再说 离开你怎么可以 好爱只愿 跟今天唱词 尽力做人厚定做到 想得到的终于得到 人生要跌到几次 方可找到一点生意 幸运地愈着你 心中思想多么相似 立世命运也千不可奔割 既火山 总是风雨 既竟挣扎到了已算 当追逐一生的理想 天天奸心生活 你能欠想着 你只心里有换气 却不放弃 不管一切永不地压 静下你可否得要走 多小悲伤当天 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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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印象 我们都 我满心一生想念 离遍未曾可有孤零 难去再有这一字既 当追逐一生的理想 千千奸心生活未能越想像 几只心里有满气 却不放弃 不管一切拼搏地压 请考虑可否不遥走 多小悲伤当天仍然男人生 我满头 一生想念你 一生不再选遍你 谢谢Ajjoshiro